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聊一下这个关于中共在台海问题上的一个态度的转变 我们从现在的这个信号来发现啊 台台湾呃局势呢有可能进入缓和的状态 因为呢中共开始要服染了 有很多朋友说哎他真的服染了吗 啊其实呢有时候很多事他就是一个信号问题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整个的这个故事的经过吧 首先呢就是在8月30号的时候啊 这个中共的这个新闻说 8月30号美海军一架什么电子侦察机出现在台湾以北近空 然后后经由东海前往日本轨迹较为异常 然后呢呃他把这个地图呢把它这个也把它给显示出来了 好像是说这个美侦察机呢行踪诡异 疑是从这个台湾起飞的啊 当然他说的是疑似啊 他说的是疑似啊 他没有肯定的说 但这个问题呢呃如果说这个台湾就是允许美国的这个 这个遵机啊起落的话 那实际上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中共呢可能也是比较害怕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他用的是一个疑似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真实情况谁也不得而知啊 这里面就分两种情况 如果说真的是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呢 那说明台湾和美国的这种合作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地步了 当然呢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当然呃中共呢他可能也会谴责说 哎你这个什么违背什么什么什么声明 对吧啊 实际上呢中共做的事呢就是反正对他有利的啊 历史声明呢 他就说哎你违背了啊 反正呢对他不利的 他就说哎 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过期的文件对吧 你看他在香港问题上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别人给他对的原则也这么干 那是不是 当然这个谁也不知道这个遵机从哪儿起飞的了 啊 所以中共呢也没没话可说呀 但是他们是比较害怕这个事的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捷克的医长访问台湾吗 访问台湾之后呢 啊 然后你看这个新当的新闻说了啊 啊这个代价来了啥代价呢 就是一个知名的钢琴制造商说这个一个大陆的客户啊 取消了大概新台币700万新台币的订单 那差不多就是呃100多万人民币吧 对吧 呃一台钢琴 如果是一个高级钢琴 如果是一个高级钢琴的话 那股计价值也呃可能要达到这个价格吧 或者是几台钢琴 总而言之呢 这个他所谓的这个代价呃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对捷克来说肯定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代价啊 然后呢这个另外说一个代价的问题呢 就是大家还记得其实在这个捷克遗党之前 美国的那个卫生部长不是已经访问台湾了吗 对吧 没见这个中共说要美国付出什么代价 对吧 不仅如此的这个美国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官员 什么仅次于美国国务卿的官员也要准备访台了啊 这个这个呢那个上一次那个是卫生部长啊 但是虽然说他是部长 但主要涉及到的是卫生领域的啊 非常的合亲合理 但如果说是跟国务卿这一块有关的 那那就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美台关系的问题了 对吧 如果说有这样的官员又要访台的话 那中共恐怕又是又要继续谴责呀 抗议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啊 我不知道 总而言之呢 那这个中共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傲伞啊 就是对相当于说他们对一些小的国家 就是各种威胁啊 对一些大的国家呢 我不知道他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呀 总而言之呢 就是所谓的谴责抗议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有点像这种流氓本色一样啊 就是相当于对弱小的他就各种威胁 对强大的呢 呃就姚伟起连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公平对待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契约精神 对吧 所以对待中共这种流氓地痞啊 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把他打一顿啊 打一顿 他才知道怎么样是疼吧 所以呢 没见到代价这个说明了中共他这样的一个伎俩呢 可能国际社会呢 越来越能够认清他的这样的一个真面目 那么如此同时呢 你看最新的一个关于台海局势的这个中共的一个社评都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这个上面说台海各方都硬恪手不开第一枪啊 不开第一枪 什么意思啊 这个台海局势有进一步紧张之势 责任无疑在美台 他说鉴于擦枪走火的风险在上升台湾 中国时报的一则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说话啊 台湾军方在内部表示台军飞行员如果再没有接到空军作战指挥部下达的命令 擅自开第一枪着陆后将被立即移送法办 我们认为这一准则是台军必须认真遵守的啊 说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又说我们同时认为在台海地区解放军美军和台军都应该恪手不开第一枪的 原则并且通过官方渠道将以态度彼此告知 这有助于避免前沿部队正确判断对方的意图 避免现地紧张 从而有向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 你看这个就是最近才发的这个所谓的摄论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两会期间的时候 中共他已经搞出什么准备武统武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称 称谓了啊 这个这个号召对吧 不过现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 你看他们现在又说各方应恪守不开第一枪 对吧 那不就是所谓的各方恪守不开第一枪的意思 不就是这个服软了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前面说是准备武统啊 那个时候台湾确实是一个局势非常凶险的状态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啊 疫情刚刚全世界传开 呃全世界都手忙脚乱 可能如果说中共那个时候去攻打台湾的话 那台湾恐怕真的是孤立无人啊 因为国际社会呢 这个首先要应付自己的危机嘛 当然这个危机的很快国际社会已经啊 能够从容应对了 然后随后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台湾在抗议这方面做的又非常的好 对吧 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 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台湾在经历了一个尖端的时期之后呢 现在的这个形势对台湾越来越有利了 所以呢 反而这个中共这一次呢 他现在又开始服软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他害怕的并不是说呃 其他的这种东西 他害怕的就是台湾的强大 或者说这种强大呢 不仅仅是自己各方面的这种强大 而且呢也在于这个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这种认同 对吧 不管是捷克呀 还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唯一的出路 也就是台海局势唯一能够缓解的 只能靠台湾自己 就是啊各方面做好提升 然后呢 做好这个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认同 如果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的话 我相信中共应该能够知道 他们想打台湾 恐怕就变成了 他们自己就是灭亡的一方了 好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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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